我們現在派了一本書 這本叫《偽民主派賣港神錄逐篇》 小標題叫《民主黨賣香港,有得入雜屎都成》 所以Custon畫了一幅畫 就是兩個男女在吃屎的 那我就不說這兩個是誰,你自己去承認 那你自己去承認,這些對男女是何許人 那這本書呢其實主要就是 除了講這個所謂《偽民主派》 過去做的那些壞事之外 主要就是將我們 對政改的立場都寫了在這裏 有幾篇文章 那大家就幫忙傳閱 那這本書呢 我們第一版印了十萬本 現在差不多派了 現在準備印第二版 第二個十萬本 那我們就加料 我們就會加一張 劉慧卿 劉慧卿議員 劉慧卿主席 民主黨 就在這個 較早前在中環 他們宣誓要佔中 就被人去搞他 踩他牆 然後他說 我是誰啊 我是劉慧卿的 我們是民主黨的 放馬過來 那Custin又會說 那我就放下去 那這幅呢 就是他們投貢的證據 是去年 前年我們的 那個民宣已經有了 就是選舉 這個是新的 那現在最近又要加多一幅圖 那這一幅呢 就是說梁家傑都被他咬到變喪屍的 OK 即是公民黨 被你們咬下去就沒有了 你看到喪屍的 Walking Dead 那些叫做 那現在我們可能要加一幅 就是AV人 瀏覽二五招的 所以我們就算 我們現在搞鬥爭也好 搞政治宣傳也好 我們都要大家開心 看到這些就開心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在派書仔 那些強國人 你不懂就不要拿 不要伸手過來拿 OK 我告訴你你都不明白 好 那我們其他朋友呢 你拿多幾本 送給你的朋友 幫幫忙 對吧 這個文宣最重要 我呢 昨天在中大演講 正正是有七八十個學生 我都是派這本書給你 接著所有大專院校的 公共行政和政治 是這些學生 我都會送給你 接著我現在寫了一些信 去中學通識科老師 我說呢 我可以來你學校講正舉 OK 送了一本書給你 都可以 免費 我覺得教育宣傳是最重要的 OK 我們在香港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做了 我們議員都做到沒有人了 OK 因為見到一個這樣的局 基本上是一個死局 是吧 政改又是一個死局 但是我們最不分氣的就是 香港人經過這麼多年 辛勤努力 累積了一大筆財富 但是交給這個政府 你的理財 是搞到我們香港成為貧富懸殊 世界第一 是吧 這個我是最不分氣的 香港人過去幾十年辛辛苦苦 喂 財政儲備怎麼來的 各位朋友 是每年政府的收入 扣除了開支正下來的錢 那個叫盈餘 然後每年的盈餘 累積下來就變成一個財政儲備 這些錢都是我們的血汗錢 因為你交稅 你說哎呀我沒有交稅的 我窮的 你都交了錢 買煙沒有交稅嗎 是吧 你現在坐地鐵十幾元張票 沒有交稅嗎 你來封閘買電器 那間這麼貴租 是吧 那些電器的價錢 將租金轉嫁在那個價錢上 你沒有納稅嗎 個個都有納稅的 不要說自己沒有納稅 你不跟我們實質的 連年被他扔了十幾瓶酒 是吧 你有納稅的 負責管理我們這些錢 你是不是應該搞到大家 風衣俗盛 安居樂業 現在輪候公屋 那條隊越來越長 這個689這個契弟 選的時候 就說三萬五千個單位 一年我建公屋 現在都是萬五千個 要到2017至18年到 那一年才建二萬個單位 一年 大家計一下這條數 很容易計的 現在我們輪候公屋的兩條隊 一條呢 就是家庭那些 十三萬幾 十一萬幾 另外一條 就是單身人士那條 要計分那條 又十幾萬 加上二十幾萬在輪 但是每年建二萬個單位 那你說 還有 最近法院 終審法院 裁決了 來香港 不用住滿七年 可以申請縱緩 跟著現在有人 入稟法院 就說住香港未滿七年 都可以申請公屋 如果縱緩那個case 即是政府輸了 現在這個 所謂申請公屋的case 百分之一千都會輸 於是輪候公屋那條隊 就會越來越長 但是你建的屋 就遠遠追不上 所以最近 在立法會通過那個 所謂雙辣椒 我們支持的道理就是這樣 你大陸人來香港買樓 或者你公司靈異買樓 麻煩你給15%買家印花稅 即是我交了一千萬 你就給一千一百五十萬 將你那個炒樓的成本提高 這樣令到保障我們香港人 香港永久居民 尤其是第一次置業的人 可以比較容易 在一個合理的條件下 買到屋 怎麼買啊大哥 好 現在的案件 多少成啊 是不是 你一間屋 那一萬一呎 六百呎就六百萬 給首期 六成 六四 六三十萬 三百六十萬 哪有三百六十萬 哪有 舊時候兩家婆婆 加起來五萬一 她又沒有很多錢 一定買到樓 現在五萬一買什麼 買廁所 沒有樓 那沒有樓就租屋 租屋 七八千元 一間房 我們深水埗那些劏房 骯髒 骯髒 共用廁所 那些 一間房 三四千元 還要上到七樓 有樓 有樓就五千 那她沒有公屋 因為她正在排隊 她正在申請公屋 喂 大哥 香港這麼有錢 喂 你說沒有地 沒有地 就跟地產商說 給你一點地 大哥 李嘉誠現在幾寸 那些外國 那些外國 算我的身家 整天都算錯 算少一半 我不是志在什麼守護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 舉個例子 夠 過去十年她都算少了 她好像很謙虛 那麼家產就有財大氣粗 是不是 那些錢哪來 是不是 除了賣棺材 之外 什麼生意都有 遲些可能兒子 買了這個 就是世界殯儀館 香港殯儀館 那些棺材也做了 是不是 那你就生老病死 不加大隻眼 你全部賺你的錢 是香港才可以這樣的 大哥 是不是 所以最近我在立法會 我坐那個資訊 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 政府就提出 要將這些電訊公司的頻譜 就是政府 給它用的頻譜 拿回三分一出來拍賣 再拍賣 哇 鬼殺那麼吵啊 那些 CSL 香港電訊 是不是 這樣影響自由經濟 是不是 我們就會加價 接著你們就 手提電話 給多點錢 哇 恐嚇那些消費者 跟著我們立法會有那些 李澤佳的年輕人 幫他講話 包括善宗佳 莫乃江 那些 啊不對啊 沒理由拿三分一的頻譜出來拍賣 我做主席 那我那天就說 我說 我就不是李澤佳的粉絲來的 我就不知道你這裏 誰收了李澤佳的錢 或者選舉李澤佳給了錢 就麻煩你說 OK 喂 政府 拿那些頻譜出來拍賣 基本上就是平均財富 就是合理分配財富的其中一個方式 喂 你們那些民主派議員竟然不支持 你講話啊 對吧 除非你收了李澤佳的錢 或者李澤佳很帥 你是他的粉絲 李澤佳是兩間網絡的 誰都有 現在買了CSL 他真是發達 CSL本來是他 賣了給別人 然後現在又賣 是吧 壟斷嘛 是 大哥 還有李澤佳還有信報 又鬧 接著現在還拿了免費電視牌照 是吧 接著DBC大班那個 賣了黃錯標 跟黃錯標的身上 拿了些錢之後 接著黃錯標桌底九成 就賣了給李澤佳 什麼都有 所以香港人呢 有骨氣一點的 我們不是要仇富 有骨氣一點 就真的要走出來講話 是吧 不要罵黃毓民那麼多 黃毓民關起來 你就更加淒涼 衛救華民族講完 是吧 六八九 你看 現在多喘 是吧 幸好我幫他改了名字 叫六八九 大家叫他六八九 六七八九 沒有七就是沒有實用 是吧 六八九 只有六八八十九票 是吧 他是管理全香港的人 所以我希望大家爭氣一點 是吧 我們現在 不是說要搞港獨 我們一定是要支持本土 是吧 香港優先 是甚麼錯啊 大哥 孔夫子都說了 推己及人 親親而人民 人民而愛物 是吧 我當然是愛完香港人 才愛你大陸人 我又沒有這麼愚蠢 愛你大陸人 才來愛香港人 除非你給我很多錢 我很歡迎 不過你守規矩 文明一點 行不行 是吧 簡單而已 有些人說我們排外 有甚麼排外 全世界只有香港是這樣的 人們來香港 不是香港作主的 是他來那裡的人作主 公安可以貪污作主 張程證也是公安機構簽的 單程證也是他簽的 我們沒有權作主 你試試美國拿Visa 你說我作主 我要來 我自己簽Visa給自己 看行不行 神經病 你都 是吧 完全沒有道理 你說不是 因為一國兩制 我同一個主權 大家中國 那中國不要一國兩制 打開門大家來來去去去 OK 你又搞一國兩制 搞一國兩制 為甚麼 是吧 就是香港的人口政策 一定是自己可以決定 現在你每天來那150人 你來阿伯 來個美女 因為來個年輕 我都沒有辦法控制 是吧 他要來甚麼就來甚麼 甚麼教育水平 又沒有辦法控制 那你怎麼搞人口政策 請問 基本上是壞路的 我們說的 是否一字禁止 大家聽得不明白 原來我的官員聽不明白 你跟他們說 我們不存在審批單程證的問題 不存在 你就應該不存在我 火都來的 是吧 所以 一句到尾 爭氣點 不是很壞 給人看 是吧 就是這麼簡單 喂 那些建制派要打他 那些偽民主派更加要打大陸些 那些是賣港賊來的 民主黨是不是賣港賊 是吧 賣了我們20年了 現在還在這裏 這個三鬼方案 不是缺一不可 那就是啊 缺了你們就真是最好 是不是 不是缺一不可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對政改也沒有什麼期望 我們希望 就是在2016年的選舉 本土派可以抬頭 還要本土派的激進派 OK 現在立法會的所謂激進派 原來有四丁 是吧 不過小弟真是年紀老了 我都真是力不從心 現在 是吧 可以捱到多久 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希望 在2016年可以多些年輕人出來 是吧 這個世界 就是一些年輕人的 是吧 就不是我們這些人 我們現在所作所為 就是為了我們下一代 可以有一個比較有尊嚴 公平一些的社會 去生存發展 是吧 我們都會死的 對不對